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電台所謂公共廣播機構 現在已經變成中央人民電台 CCTV香港分台 這個已經是非常清晰 所以以後大家都不會看到城市論壇 也不會再看到鏗槍集 還有香港電台我自己感受最深的 我也是香港電台做過節目 香港電台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很多人都估計不到 老實說,兩家所謂私營的電視 在無線電視和亞視的時代 甚至是最高峰的時期 在97年前還有一個街市三台頂立 在廣播上的那個叫五台山 為什麼叫五台山呢? 有香港電台 有商業電台 有街市 有無線電視 就是TVB 有亞洲電視 或者前身的麗的電視 所以加上就有五個台 所以小弟呢 也住過這個廣播道 在五台裡面 後來就沒有了街市 只剩下四台 這四個台我都做過的 所以我在廣播道的生涯 廣播道也帶來我賺不少錢 就是 香港電台我做過幾個節目 商台又做了十幾年 然後 TVB 又做過一段時間 在95年 那亞視 亞視 93年至94年做龍門鎮 接著 98年 就做一個新聞台的節目 就是 那個叫做港市港非 又做了一段時間 一個星期就做四天的 我記得 就是在 這個 TVB 六點半的新聞黃金時間 和他打對台 是這樣的 一個時事分析的節目 又98年 又幫他講世界杯 四個台我做運 在廣播道 講節目的質素 可欣賞的指數 香港電台拍的這些電視節目 可欣賞的指數是最高的 在張敏兒時代的 所謂《獅子山下》 到後來那些社交節目 全部 很多都在國際上得獎 現在就糟糕了 現在正式變成了一個紅色電台 即是粉紅 不是全紅 所以他這個Logo 現在是適合用的了 一個有這麼長歷史的廣播機構 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是非常可悲 又可見政治多可怕 極權政治更加可怕 你是要改變人的思想 控制人的思想 是吧 所以那時候在香港電台做事的人 很受人尊敬的 現在還留在香港電台的 當然我們不會尊敬他 但是也不會鄙視他 因為要賺錢 加上有很多是公務員 有些是聘僱人員 真是身不由己 你可以做什麼呢 是吧 城市論壇 一個長壽節目 給大家發表意見 有城市論壇 才有些維園老伯 大哥 多好呢 我去到城市論壇 都被維園老伯圍著 哭打的 是吧 要走的時候 要有人保護我走的 參加城市論壇 要這樣有一段時間 是吧 這個多好啊 百花齊放 好了 香港電台 自從 找了一個AO進去做廣播處長 加上有了這個所謂港區國安法之後 整個香港電台就變色 是吧 這個是 現在離開香港電台的人 可能都覺得非常無奈 是吧 但是沒有辦法 是吧 你看鏗鏘集 講這個721 是吧 負責製作這個節目的人 又被人拘捕又被人告 然後被人拘捕 是吧 即是稍為表現好些 肯講一下話的那些 表現優異些的 是吧 尼君雅那些 又被人拘捕 是吧 好了 這樣也未夠 現在要出去指引給你香港電台的人 是吧 你看回這個指引 或者這份文件 你就會覺得 喂 香港電台 比大陸的電視台還衰 基本上是 理由很簡單 譬如中央視 他有一套規則很清晰 那是黨的宣傳喉舌 是吧 你進來做 你就知道什麼一回事 你一定要遵守他的規定 是吧 就這麼簡單 很多老實說做主播 一定是黨員 是吧 但是你RTHK 你老闆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雖然你說是政府部門 但是這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是吧 是吧 這個是一個 就是public broadcast system 大佬 是吧 一直以來都將香港電台 變成一個公共廣播電視 要這樣的 是吧 後來就是 因為政治的因素 現在就變成這樣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所以 我在立法會做了四年的資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對香港電台的運作和傳亡發展 我是很清楚的 今時今日是淪落到一個極為不堪的地步 香港電台 我們看到今天的新聞 就向員工發出一個叫香港電台編輯政策及流程文件 要求不得引起或加深對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敵意 員工在社交媒體上又不得令人認為節目編輯未能做到不偏不倚 那個具體的說法是怎樣 那份文件 就說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是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目的和使命 必須尊重並維護憲制秩序和一國兩制作為凌駕性原則 節目不得提供平台鼓勵、煽動、宣揚、美化、認同 或同情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或者包含任何不利國家安全的內容 例如不得引起或加深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等的爭行、歧視或敵意 對員工的要求就是 員工在私人社交媒體上 不得損害香港電台聲譽 包括不得損害或被視為損害香港電台 編輯自主和不偏不宜 那香港電台變成甚麼呢? 不清楚了 非常清楚 你在這裏工作的人 如果在社交媒體、Facebook、Twitter 在某一個發表時讚好之後 你也會死定 一個不小心 所以不要夠讚好 是讚好,不是讚好 是Facebook那些 或者你的朋友發表了一段 你讚好,你會死定 現在要控制你的思想 你在香港電台工作 你的思想也要受到控制 說明是私人社交媒體 只要我不說和電台有關的事情 不評論電台的節目 那為何不可以 就某些公共事務的問題去表態 不行 你一定會動輒得救 不小心就會失去工作 這是一個甚麼的廣播機構呢? 是嗎? 香港 一直以來 當然新聞自由 大家 覺得香港是一個資訊 流通 也叫做有新聞自由的地方 我在香港幾十年 我也是從事新聞傳播工作 我自己也很清楚 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甚麼的一回事 新聞自由當然不是一種絕對的自由 它是一種相對的自由 它都會受很多限制 譬如道德上的限制 又或者我們不可以侵犯私隱 它一定有限制 新聞自由不是一種絕對的自由 甚至美國 它是憲法內規定 直接保障新聞自由 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 是直接保障新聞自由 在法院也就這個 解釋憲法的時候 就一些相關的案件 解釋憲法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要有容許異見存在的自由 甚至有人鼓吹 這個成立 這個共產黨要革命推翻美國政府 告到上法庭 都是被憲法第一修正案 就是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 裁定無罪 所以這些例子 我們過去在課堂上也經常有講 比如最近 這個 華盛頓郵報的 一位很出色的 一位前記者 在70年代初的時候 揭發水門事件的 Bob Woodward 他有一本新書 叫《危機》 《危機》 是吧 揭發美國 參謀 參謀 參謀部的連席會議主席 米利 和解放軍一位上將通電話 說美國不會 用武力來對付中國的 然後現在就在 國會被人審 這些傳媒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水門事件 導致李克宗要下台 這個是70年代初 所以美國 就算怎樣批評 他的政治有多不堪也好 他至少是一個 根據憲法 做錯事也好 什麼都好 他自我修復的能力很強 其中一個最重要 令到他可以自我修復的 就是傳媒 就是新聞自由 香港現在有一條七 是吧 看看香港電台是什麼 其他傳媒 大家可以看 還有哪些反對政府的傳媒 是吧 不僅如此 現在政府利用港區國安法政策 我們個人的思想自由 都不能夠越軌 不要說黎智英 和蘋果日報 這已經是他的target 他要消滅的 所以陳茂波今天以財政司司長的身份 宣布要清一傳媒的盤 是吧 多荒謬 一個民營的傳播機構 政府要清他盤 是吧 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 你現在告他 看來他的樣子 他真的有很長時間 這個還不是政治迫害嗎 是吧 是吧 但是現在除了黎智英 普通的市民都有機會動輒得救 是吧 是吧 幾個語言治療師 出幾本兒童漫畫 講一下時事 你都抓他坐牢 你都說他煽動 是吧 令人對政府產生憎恨 什麼都敢做 就是我們在香港幾十年 在港英時代也好 97年主權現在也好 我們都是揭力去維護 捍衛這個新聞自由 是吧 所以我早前 就是 動這個鄧炳強的時候 我將我97年 10月10號 顛狗創刊局 那個封面拿出來展示 那個就是言論自由 97年之前 大家都可以去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或者明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 你也可以去慶祝 這是言論自由 那現在不行 鄧炳強後來保獲 慶祝 辛亥革命沒問題 不要顛覆國家政權 不要分裂國家 保獲 但是 他說完之後 客觀的效果是什麼呢 各位 所有在香港親台灣的僑團 都沒有辦法 在倫敦大酒樓 或者其他酒樓 舉行這個 國慶萬宴 過去一段時間 官方的這些 紀念辛亥革命 因為讓步 他不可以說 慶祝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週年 國慶 這樣 不行 紀念 或者慶祝 辛亥革命 一百一十週年 但是民間 好像神州 神州社那些 新中華民國政府 還有那些僑團 他們一樣在酒樓裡 掛清天白日 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 一樣在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閉門 以前在彌敦道兩邊 全部都是中華民國國旗 這種景象 已經九七年後不復見了 因為國民黨 當時 鄭安國 就是國民黨駐港的代表 鄭安國 應該說 台灣當局駐香港代表 或者中華民國駐香港代表 或者中華民國駐香港代表 和這個葉國華 說得好 我們紀念辛亥革命 我們就不乎其 但是民間團體 在酒樓舉行晚宴 一樣是掛旗 一樣是講國慶 我去過這些場合 九七年之後 我去過這些場合演講 我也是講中華民國國慶 現在 酒樓不租給你 酒樓不讓你在擺酒慶祝國慶 紀念辛亥革命 都不行 客觀效果就是這樣 這個真是一個萬馬齊陰 鴉雀無聲的局面 那你香港哪有得救啊 大哥 但是潛藏在香港人心目中 那股怒火 什麼時候會爆發呢 特別你現在拘捕了我們 這麼多年輕人去坐牢 現在要做一份政治 反明冊 看到也嚇死你 年紀是非常輕的 你看到火都來了 休息一會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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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ed